哈利县政府清明节扫墓变民措施 从3月25号到4月2号共计9天 开放民众在13乡镇市护镇事务所领取鲜花 4月3号和4月4号则是在公墓和纳谷塔 发放鲜花和矿泉水等扫墓用品 欢迎民众永远领取 清明节是中华民国传统重要祭祀的节日 家人共同祭祀扫墓缅怀仙人恩哲 同时宣导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气候行动以鲜花表达心意 减少燃香以及纸钱 县府民政策处长明朗正表示 华人政府为了传扬追思祭祖美德 每年规划清明返乡专车 鼓励民众返乡祭祖 并且在史上乡镇市护镇宿所及各公墓 纳谷塔等据点 发放鲜花与矿泉水等扫墓用品等便秘措施 生活民众的好评 今年应用反应的工作 服务台都备以由干洗手以及防蚊 义工民众使用 确保民众卫生健康 华人县政府为了传扬我们禁煮追思的美德 所以在今年度会分阶段的提供我们民众 追思的鲜花 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在3月25号开始 总共有9天在全县的13个乡镇的户所来提供给民众可以领取追思的鲜花 第二个阶段会在4月3号 4月4号全县43个据点里面有专人的服务提供给民众追思的鲜花 以及当天的矿泉水等一些便民的服务 那希望我们花莲的所有乡镜好朋友都能够踊跃的到各户所 以及到各个43个据点能够领取追思的鲜花 来传扬我们记住追思的美德 112年清明扫墓便民服务措施从3月25号到4月2号 乡镜来到13乡镇乡镇书所的时候 现场有限化让乡镜前来领取 4月3号和4月4号 并且在公墓以及纳谷塔设置式上个服务提点 发放鲜花以及矿泉水等扫墓用品 数量有限发文为止 各乡镇书领取据点公告在华林县政府全球咨询网站首页 幸福脸书粉丝专页以及华林县政府的LINE群组 欢迎民众浏览彩月 记得欢迎欢迎收视频道